麗芝哥就在前面了 好惡劣 超大風 你想看看香港有多惡劣 來到薄刀印這裡 夾另一個山頭就可以見到 在上山之前首先要多謝 SurfDark VPN的贊助 VPN在今時今日越吹淪陷的香港 真的越來越重要了 事實證明香港政府真的可以封鎖到任何網站 除了早前的香港編年史網站 就算台灣的促進轉型政議委員會網站 亦可以突然被香港政府 強行封鎖了香港的連線 一個民心盡失、倒行逆施的政府 對於網絡擁有這麼大的實權 真的不要令人擔心 而VPN就是其中一種我們可以自救的措施 當用了VPN連線後就可以突破網絡的封鎖 用海外的伺服器去連接被封鎖的網站 除此之外有VPN的加密傳輸功能 亦可以加強你的網絡保安 免得你被身為不軌的人 截取到你的傳輸內容 包括你的個人資料、密碼、信用卡資料 以及你的傳送信息等等 Surfshark VPN 是在英屬處理島 註冊成立的一間無中之背景的公司 就位於處理島的法律 Surfshark VPN就可以徹底執行到資料不留底的政策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別有用心的流氓國家施壓 用戶的個人資料就可以得到比較完善的保障 Surfshark VPN在全球65個國家 總共有超過3200部的侍奉器 配合簡單又清晰的介面 容易上來真是可靠又方便 而我認為有Surfshark VPN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不限連線裝置的數量 你訂了一個計劃之後 不單是手頭上的所有裝置 就連你家人的裝置都可以一齊用 Surfshark VPN 支援各大的系統 包括Windows、MacOS、Android、iOS 無論你用哪種裝置都可以受到保護 Surfshark VPN 提供30日的退款保證 不用擔心買錯或者不適用 現在這個磅指導訂購Surfshark VPN 的時候 輸入這個優惠碼阿LINK 就可以立即有1,7折的優惠之餘 再送你3個月 保護自己、保護家人 快點按下留言去訂購吧 不知為何突發又上了山上 大家看不看這裏是哪裏 本來今早就出海來東涌做事 做完事都打算走 想想一下來到,不如走走走 看看附近有什麼山 然後就讓我發現到 附近原來有這個 駁刀刃和婆計山 打算就試一下 反正在這裏 但我上網看就... 哇... 立即玩口未完 看這些介紹都說 都難走的 都崎嶇的 又說不宜獨行 儘量不宜伸手 所以呢... 這傢伙又陪我瘋 他就突然出來 所以... 今天就突發成行 就上一轉這個駁刀刃和婆計山 看看上面的景點 看看... 那就是遊山 是不是這裡 夠了 看看... 這兩座山我都沒來過 那我上Google Map看過 那個景點 其實坦白說 我就覺得不是真的很漂亮的 那但是... 你還是要上去才知道 什麼環境的 一路上來的這裏 其實呢... 都說難不難 都不容易 路況都很崎嶇 雖然這裏是... 泥路都是... 都是有少少的... 雜草 所以都很困難 穿短褲 就... 就可能要受罪了 怎樣了 你的腳 發脾了 我這樣就忘了提醒他穿長褲 哎呀 所以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看看上山之後 龍友的腳是怎樣 嘩... 為什麼可以這麼高難 勾在這裏 這個是不是新式的絲帶 不用絲帶用口罩 勾在這裏也有 真的... 對呀,很漂亮 這裡 應該是這座了吧 還是右邊那座 這座走起來的感覺很開 很舒暢 走到那些溝山 真的挺漂亮的 先拍一張 哇,這些真的... 腳不要這樣放 先扣放在中間 困在旁邊 困在旁邊 真的很容易困到 都大級的 我上網看都說 走薄刀刃也是有點崎嶇的 不過我相信 現在這裏也只是一個前賽 我發覺這段路的特點就是 走兩步就會說 哇,這個位置很開揚 有些風來轉面 嘩... 事實上是真的 不過其實一直都是看著這裏 只不過是高度慢慢上升 坦白說我自己覺得 這裏的景觀 不是真的... 很漂亮的 暫時 就算你看到遠 但又不是說... 真的... 很漂亮 我自己覺得 看看上到山 Y angle 反而會不會... 那個山勢有點漂亮 就可以有些東西拍一下 因為大樓走上去 撿下沒有那麼累的 但是... 我反而覺得 越險的 越崎嶇 越不要用棍子 因為你靠一條棍子 它一有什麼 你就瘦皮 靠自己平衡 好 這段路呢 是... 呃... 對於小行山 的朋友應該都會覺得 是有點難度 因為它... 路況是有點崎嶇的 都真的 呃... 有時候石級比較大 還有都... 都... 那就是我啊 小行山 是不是就是你啊? 是啊... 不要走那麼急啊 看得那麼快 你這傢伙 真的... 哈哈... 你看到 一路路況都是這樣 所以... 所以就... 而且一路路況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就... 沒有必要急的 慢慢走 OK 都有回到高度了 不過距離山頂 五百多米 現在應該二百米 鬆一點 所以... 一半啦... 對... 哇... 這花真的很漂亮啊 沿途在路邊 我都很少拍這些花花草草 但是... 都... 忍不住啊 要我停下來 好啦...繼續了 龍友在上面 測試這個... Wiresgo 2 的收音效果了 不過它是聽不到我說話 因為... 因為... 它沒有抹... 它沒有得看聲 它只是... 要聽一條片才知道我講什麼 救命啊 哈哈哈... 親身示範 唉... 輕輕鬆鬆 這裡的路況呢 即是走慣就應該沒什麼 但如果真的不是走慣 你看一下 這些其實呢 都... 有點危險 因為你看到 它這些位呢 你一滑呢 其實它下面就... 即是... 你一滑就很容易是... 滑會跌到一個一定的高度 而且... 尤其是它這些又... 硬硬硬硬硬硬 所以... 你這些位置如果上的時候 踩不穩 特別... 還有它這些有很多這些... 碎石的 所以... 你踏腳那一刻 你一滑下去 跌那一刻呢 就很容易被一些石 硬到啊 弄到一些腳啊 腰啊 就會容易受傷 所以就... 即是... 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真的想走的朋友 真的要... 小心啦 但是呢... 喜歡走...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 嘩嘩 不能分心 但是呢... 喜歡走這些山的朋友 就會覺得很棒啊 沒那麼悶啊 真是... 你看到這些路況多有挑戰性 啊 很快要有挑戰性 怎樣啊 它的絲帶廣在中間 對啊 絲帶在這裡 你走右我走了 救命啊 嘩嘩 這邊就直不甩 但是上面開闊的 這邊呢 是不是殊途同歸的啊 不是啊 反而這邊是假的 這邊反而密林啊 所以很多時候呢 陷阱都會偽裝成機會 你以為一條容易走的路呢 原來是假的 這些才好玩的嘛 各位 有備而來的朋友呢 記得可以戴上手套幫幫幫 我也不要站那麼近 真是 嘩 應該是右邊 這個位都真是 看來我沒有戴手套 嘩 這裡 OK的 大級一點 欸 拍著你的椅子 龍油椅子 不是龍椅子 我沒有戴手套啊 嘩 嘩 大級一點 嘩 這裡一直都是這樣 但是起碼有得走 我知道嗎 看準個踏步位 就是要考慮下一步 踩在哪裏才好走 否則就會站在中間 沒有鬼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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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都可以的 我覺得很棒 你看到整個山際 在哪個位置上去呢 不過你在密林裡走 都不知道走到哪裏 我覺得是好玩的 先想好踩在哪裏 嘩 2 嘩 嘩 1 2 應該上去了 嘩 OK 1 2 應該可以上去了 OK的 其實你看好 你看好之後那一兩步 下腳點在哪裏才走 不要心急 就OK 現在海拔大約280度 高度 路況都可為崎嶇了 但是我們的山頂是五百多位 529位 所以還是上了一半 一半都比較 嘩 但是我看地圖 最斜是這一段 後面是平緩一點 所以就給我假期望 看會不會好走 看會不會好走 轉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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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走這些路的重點是 你一定要很了解 自己的步伏 和自己的腳的力量有多大 即是有時 那一級大不太大級 其實是很視乎於 你的腳長不長 和你的力量有多大 即是有時你 抱得太大級 你不夠力上 又或者 你的腳跟你的腳的長度 的距離 即是對比例相差太遠 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是 這些實在 你一定要很清楚 自己的 那個身體 那個能力去到哪裏 即是這些可能 有些朋友未必夠力 撐上來的話 那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要找一些 再細級一點 碎一點的步伐 有些人 龍躺 拉車 沒有力 是辛苦的 有沒有覺得被我困了 少許 這傢伙 我在IG上 post 有沒有人 再走這個 博多仁浦米山 那他問我 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回覆他 很難走的 然後他又說 我少看他 我不是少看你 我是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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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都是要走些輕鬆走的 不就是看少我 你的心態 即是 好像現在這樣 我跟他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中伏 他又困了 這些 這樣 中伏我走 了 來 OK就行了 真的 高了很多 雖然同一個景 現在那個 S字 真的高了很多 是高了很多 S字形又再明顯 機場 這個不是S字 這個是屏風樓 反 這個是 這個是 一層屏風 那邊一層屏風 屏風樓 屏風樓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個景 我覺得不是那麼漂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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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疏一點不行的 一定要起到一個 的 喂 每一戶都是海景 每一戶都值錢 那些 那些 那些少少海 真的 所以我就說這個景 我自己不是太喜歡拍 人為的 因為 除非你說是城市 和自然風景 融合 可能很大個 自然環境 裡面 可能一塊仔的城市 這些OK的 但是 其實這裡拍下去 就是東沖 那個位置 都佔了一個幾大的比重 所以就 不是我最喜歡的題材 好久沒試過 又要爬要爬 真心 真的 就是 走這些要爬的山 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是 做運動一流 做運動一流 滴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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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 體驗 吊勝於如 嘩 嘩 這個位置還不是打卡位 嘩 嘩 其實那個景是一樣的 就是蠟燭的點不同了 不過應該可以 這個位置 用Y-Angle 打卡位 喂 龍友呢 在路遠 你的聲音很接近 嘩 過來 喂 幹嘛 站在那裡 讓我打卡位 又下來 這裡打 上面好嗎 開陽那裡 好了好了 按一張給你們看 效果 嘩 這個位置都很容易塌 先調低一點 其實重心 設得不適合 就收皮 嘩 不得了 五秒過不了 有一條小子 現在下來 試一下用腳架設 我過不了他 我先用腳架之後 糟 唉 玩自己 嘩 哇 扣圖失敗了 再試一次 OK 原來也不是真的那麼漂亮 我真的不會打卡 算了 繼續走 龍友等了很久 好 上到380米左右 路方 山西開始平緩了 應該舒服一點 而且你見到 林都沒有那麼密 而且開始轉了向 現在不是再向東衝了 向著大東鳳凰 這邊 那裡就是大東 你看到那些難頭形 那些一粒粒 在那裡 這裡就是鳳凰 所以應該可以走得快一點了 應該 又密了 嘩 嘩 嘩 開闊位 嘩 你看 多清新 龍友 Refresh了 嘩 精神了 嘩 這條線應該真的刮腳刮死了 嘩 上到差不多400幾500米左右 我呢 開始容易走的 都真的 所以 是先敷後田 嘩 是不是後田都不知道 嘩 嘩 地形千變萬化 來到 竹林 雖然密帶 都挺好感覺的 我覺得走下去都舒服的 又有絲帶了 所以是 不用怕迷路 再有絲帶 嘩 我們應該上了去 第一個山頭仔 500米了 現在海拔500米 我看到的地圖 就是先上了500米 嘩 第四哥就是前面了 是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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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裏 駁刀刃就是這裏 那裏就是婆繼山 然後一會走就這樣下去了 這裏吧 這裏駁刀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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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下了一點點 接著 接著就搬過去 什麼天書壁就在 那裏 下去了 未必夠時間 我看有個位置 它這條路可以拍到很窄 但是 什麼條路 這裏很窄 那它叫薄刀刃 那就是 它應該有個位置 很薄的 對 但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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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這裏的竹林 是人那麼高的 那到底 咪咪D-Wireless Go 2 還收不收到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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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試的東西 其實就是 Rode的Wireless Go 2 嘩 怎麼這麼巧 嘩 給你 很棒啊 有新玩 看看地方夾著咪咪 先 我們現在做個很科目化的測試 龍友要在這裡回一回氣 看看頭 那阿靈還會繼續向前走 一路走 走到對面的山頭 看看還能否聽到 好了 見到應該在這裏可以看得回龍友 看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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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到頭的 嘩 很清楚那個Skate 不知道還能否聽到 他在這裏揮手 好了 我繼續走 還有沒有啊 哈哈 就有了 就有了 就有了嗎 我剛才背向 可能 我上去 我回望這個山都挺漂亮 不過就處於陰影位 傳說中的薄刀刃 那個薄刀刃在哪裏呢 對不對 是不是在後面呢 我們越到那個山頭 之後 是不是就會 是不是就會見到呢 我先上了頂 上了頂 看看這裏的山勢 儘管試試拍幾張 他又在下面上來 到了 到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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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位置 看回前面 後面就是薄刀刃的頂 看回後 有一個小山 下來 現在這個位置 剛剛太陽曳光很漂亮 因為你看到 那些山 凹凸凸凸之後 那些立體很漂亮 曳光 你看看 這裡有一大光 然後那些暗位有一大光 其實拍風景 我覺得最漂亮就是這些 是很豐富的 光影的變化 所以剛剛這個位置拍回頭 打了幾張 挺正 嘗試上上頂 看看對面是不是就是 薄切牛肉 這裡就是厚切豬扒 多走兩步 嘩 現在挺漂亮的 這邊 山細行不行 山細完全是 超漂亮的 不過 剛剛 不過 不過這裡前景 又沒有剛才這麼漂亮 現在這些 光亮到頭了 對 剛才那些好一點 而且現在你看到 雲都快遮蓋太陽 應該那些光都快沒有了 所以剛才那幾張應該是 事日之最 嘩 去前面看看 到頂了 是嗎 到頂了 所以其實應該要買一隻 Wireless Go 2 嘩 這個是不是就是 全市中被人砍 對 為什麼那個 超高柱可以這樣 爛發的呢 刀刃 對 這裡才是刀刃 529米 但是被人砍爛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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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 應該就不是最高點了 反正這裡 爛了這個 好笑 沒得打卡了 那些光亮都沒得站得 嘩 隨便按一張 算數 嘩 看看你的腳如何 沒有字 還是很白滑 當然 但是辛苦不辛苦 痛不痛 當然不痛 哈哈 你剛才不是這樣說 你看龍友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 真實開箱體驗的了 霍刀刃 大家千萬 千萬記住 看這條影片 哈哈哈哈 現在太陽都已經 開始被人遮蓋了 那 也有點冷 還有這個位置 原來都 沒有想像中那麼開陽 都是 都是 是剛才回望回 山頭那個位置 比較漂亮 看機場又不是很開陽 可能前面 哎呀 遮蓋了 前面那個有另一個標高處 那個位置 應該會開陽跌 這樣就可以看得到 回機場啊 東涌啊 那一堆東西 嘩 儘管去了對面看看 嘩 其實 大家知道 這裡走過來 我們右邊 這裡地勢很漂亮 這裡一片平原 就突然一下 削下去 嘩 這裡的風聲應該收皮 可能要配音 哈哈 哈哈 我本身呢 我是裝了那些海綿 那些洗碗的海綿 做防風的 擋多一下 其實是有用的 但內涵 不知為什麼呢 很容易脫掉 現在膠不夠強 所以脫掉了 兩塊脫掉 否則其實夠做的 所以 要買 要不就買Wireless Go 要不就有更強的膠 黏兩塊洗碗海綿 就在這裡了 好了 我們在頂上 走遠了兩步 我剛才剛剛說 看到對面那個山勢很漂亮 但是 看到也拍不到 因為沒有 然後突然之間就出太陽了 所以 它剛剛射到 有些射 那些 剛剛賴到少少陽光 你看到那裡 剛剛有陽光射 我好喜歡這個地形 就是 它很複雜 有很多石 藍藍藏 其實你動一點 就可以有一個 很前景的形態 所以我剛才就嘗試在這裡 一來就這樣拍到對面 就拿到前面的石 另外就試在那邊 拍到後面 也是很漂亮的 這裡漂亮 這裡也漂亮 現在繼續 5點 5點8了 繼續去前面 進發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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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啊 風勢也挺強勁 所以 嘩 嘩 嘩 這裡風勢也挺強勁 所以 真的要帶一件外套上來 站在那裡 真心冷 好了 看著遠處 那邊高處 那邊的位置 那邊的位置 看這邊應該開陽一點 其實現在都開始開陽一點 還有看 拍到少許日落 有太陽的日落 走快一點 好可憐 好惡劣啊 超大風啊 哈哈 大風是挺油的 鏡子真的很難 好了 來到博刀印的另一個山頭 這裡一如所了地 看回東窗那邊的景觀 是比較寬的 還有這裡的景觀 我發現 就是這個 香港最暗溝景觀 其中一個選擇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其中兩個 超暗溝的景觀 分別就是這個 港珠澳大橋 人工島 還有你看到遠處的三峽 這兩樣都是一些 很普遍的大八角度來的 所以 這裡 景觀雖然開陽 但是一點都不漂亮的 所以在這裡拍的照 也不用說頭皮感的 只要記錄下 這裡的發展 有多少暗溝 就已經夠了 你想看看香港有多少暗溝 來到博刀印這裡 夾另一個山頭 就可以看到了 好了我們走吧 現在時間到了 太陽快要下山了 走呀走呀走呀 山水 好呀 好了 根據地圖 那個傳說中的天書壁 應該就在那邊 但現在時間不足 現在已經六點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不了 好了 留下一次有機會 我們再去這個天書壁 和婆繼山那邊看看 現在呢 都是要快快去 過婆繼山那邊 下山了 好了 哇 這個康莊大道 沿著我們在博刀印 另一個頂 那段路是很不像的 因為 婆繼山那邊 一直在繞錯方向 但其實就是對的 因為只有一條路 然後到這裏 那如果我看地圖 應該那邊走就是天書壁 那這次不去 那我們走回這邊 靚路呢 就過婆繼山那邊 下山 那現在這條路好走很多 所以是可以輕輕鬆鬆 吹月水這樣走 雖然我們剛才也是吹月水 哈哈 喂喂 這個位置都OK的 好像 雖然沒有靚光 但是構圖都可以玩一玩 高一點高一點 嘩 嘩 這裏一路下山段路都幾好feel 它又闊 然後 你一路看著 那個應該是婆繼山 嘩 嘩 這裏怎麼上 這裏應該不是這裏上 應該是那邊上 它那個山勢又是多美 又是啦 如果有側光墳進去 應該漂亮 欸不對 這裏有路上的 真的在這裏上 是可以上 嘩 好險要喔 這裏 差不多垂直 那裏 但是就 對 雖然沒有光 但是都幾 舒服的 這條路 唯一不好就是要看著那個山跑 那 但是OK的 這個環境 你看 好了 轉眼呢 一路沿著剛才這條漂亮的路 來到呢 就開始呢 是走這個噁心路 這裏直去 這裏就繼續上婆繼山 這裏就直去 不知道去到 不知道什麼 白芒 總之是走很遠 那這條呢 看來很難走的路呢 就是我們下山 去回東涌的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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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在綠茄山下山這段路呢 其實都是崎嶇的 都是要返回這段時間 技巧和小心才可以下路 因爲它那些石都是凹凹不平 而且都要看準落腳點 看准几步的落脚会慢慢走 否则很容易会跌倒或滑倒 伸手小心点,不要自己来 这些碎石会很滑 所以看准一点,慢慢落就行了 现在落到东涌中间,要跨过这些架才能过来 因为山中间就乘搭棚架去做工程 不知什么工程很神秘,但乘搭得相当漂亮 所以大家要跨过才能过来 我们沿着这些石屎楼梯,一路落到大马路 这里 好了,到了 落到大马路 轻松 搞定 不过呢,还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才能回到东涌市中心 走回这边 那边就一路走出去,很远 这个隧道都挺厉害 这个单车是... 哈哈哈哈 干什么的 哈哈 这个是不是欧云京来的 这个是... 好了,转一下眼就已经回到这个文明的地方了 我们一直沿着这条车路旁边,又走回到东涌市中心 那今天呢,就走了大约五个小时 走停停停,拍摄照又成这样 看回地图都是走了4K多一点 所以其实路程不是长的,但就真的有些崎嶪 所以大家如果走的话,都真的要有点心理和心理上的准备 有些架参要足一点,是不是? 所以... 戴手套啊 穿长褲啊 哈哈哈哈 都要装睡了 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啊... 有点得着啦 还有可以看回这个香港... 警官... 喂,有车上来的,真的要... 弹车... 不知最啦 都是而已 好,那今天就回出去... 拍碗渣哥三扣先 不要说那么多 哈哈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哇,不得了啊,这个真的... 哈哈 拍一本三扣才是走完山的精髓 来了 好, огן 好,HHHH 呃 优优独播放 然后是 优独播放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